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常单纯 注重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佛 阿弥陀佛 其他的全是菩萨 从社报图到凡圣同居图 乃至于下下平王身 都是菩萨 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 前面我们学过四十八月 第二十月 佛说得很清楚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借座阿弥陀智菩萨 这句话很重要啊 这句话要听懂了 你才真正的认识进度 你对于极乐世界 心里就有所谓 平等发解 社防世界没有的 阿弥陀智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退转 这里面含着三种不退转 三种不退转 你都得到了 这不是普通菩萨了 《华严经》上所说的 法神大四 天台智德大四讲的六级佛 法神大四叫分正级佛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真佛 社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大四说它是相似级佛 它是相似佛不是真佛 横向佛 还不是真的 法神大四是真的 真佛 诸佛土 什么地方是佛土的 极乐世界是佛土 真佛主 有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里面 不是六道 它只有两道 只有人天两道 它没有修路 没有出生 卧归地狱 而且这两道 去往生的人 即使是 无逆是卧 这是卧人 不是善人 生到极乐世界 那不是善人 怎么能往生 怎么能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以本愿为神 加持它 它就变成 阿弥陀之菩 这不可思议 太殊胜了 社方诸佛世界 确实找不到 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家 我们得认识清楚 这个机会 可别错过了 阿弥陀佛